各位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在炼六自觉的时候 相当相当重要的知识 如果不懂得这些东西 那就是为自己制造麻烦 甚至是在自杀 那首先我要和大家说 我才把我的西谷养生群关掉去 那为什么关掉去呢 因为人真的要认真学习 六自觉 我的视频 整个系统已经和大家说清楚了 所以认真的 真心要学的 学习的方法和步骤都有 那不认真学习的 那我多开十个这个西谷养生群 也没用的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 当一个人不认真的时候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听不到 所以我决定把那个主 给这个 给这个 商掉去了 从我几十年来的经验 只有病重的人 无论是很有钱的富商 或者是这个很穷的 穷到没有家的人 才会好好的听话 好好的学习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个好像大学式的开课 好像上大学这样开课 很严谨的 这样子 人才会学习 你说做这个 做义工去教人家 或者是这个开 比如我们的西谷养生群的 事实上那根本就是 不会去好好学习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 人性嘛 人性就是这样子的 人性是很善变的 所以呢 在这个 我们这个 大家都会的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敬 习相严 什么叫性 性就是 人的心 是一直在变化的 这个性本善 善就是善变的意思 所以你看那个 孟母三千 你搬到什么地方去 那个小孩就会变成 怎么样的心 人的心是 一直在变的 那比如说 人家病重了 学了六字诀 病好了 你说他会永远保持 下去吗 事实上 几千个人中 可以这样做的 不过就是一两个的 那是一个事实 所以呢 就 找一阵 我那个 好几位朋友 跟我说 他说 你知道吗 就是 释迦摩尼佛 在世 大家 随着他学 你说 多少 真的是会 这个 持之以恒的 不会有多少吧 所以呢 人的性 就是善变的 那 大家都是很善变的 之所以 习相近 这个性相近 习相眼 是什么 习相眼 就是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习惯 所以每一个人习惯 就是很不同的 那如果说 你要学一个 比如六字诀 你没有把你的习惯 给弃掉的话 你不想把你的习惯 给这个 放下的话 你根本就不可能 学到什么东西的 跟你讲一个事实的 好比好几年前 有一位 亚洲的 富商 在福上面排名的 朋友的朋友 介绍我认识 所以认识了 我们也有 这个也是朋友 有一次他就问我说 这个养生 这些武术 是什么回事 我就跟他说 首要你的这个 肉身 尸身 要 给他保住 对你吃东西啊 日常生活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 因为他一直都是在 奸钱给那个 慈善机构啊 大师啊 气功大师啊 佛教的大师啊 这个 种种宗教的大师 他说 每一个我所见到的大师 都 说你可以这个 有灵修之类的 这样子就可以让自己 更有这个 Energy 我告诉他 我说那些人 是要你的钱 所以呢 就会告诉你这些 事实上 没有这些东西 你的这个 你搞不好 你其他 免贪 那我 这样和你说 是为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 以为说 我可以照样 一样的生活 我去做我的事情 我学了六字诀呢 学完之后 我就继续做我的事情 就好像那些 糖尿病的人 我曾经依告一个医生 糖尿病 他说 糖尿病呢 你就要吃这个药 吃下去之后呢 那 一切照常 Enjoy life 享受你的生活 生命 还有年轻的西医 也是认识的 他问我说 那你胆固醇多少 我说我胆固醇 就是这样子 他说你没有吃什么药吗 我说没有啊 我说那你呢 他说我胆固醇 就是几百 那我说你 怎么办 他说那吃药啊 我每天就吃药 这个东西呢 和 这个 中华民族 老祖宗 的修身养性 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 这些 观念 就是说 我有钱 我买了一个技术 然后呢 他就可以替我 然后 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东西呢 是 私人说梦话 你要改变 这个身体 不是这么回事的 你基本功 要学得会 你的学会 基本功 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知道有几斤几两 才可以去学更好的东西 那最近我看一个视频 是香港一位 真的 这个 传统武术大师说的 这个 这位老先生 刘彪 老师傅 这个是一个 真正的大师 他说 教以学需要 教以学 稀有其法 基本功 尤其重要 这东西 办到之后 你才可以 派别 能成传 必有其因 邪无 要懂得凡事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 如果不是 这个 学东西 有其法 去学 基本功 练得好 那根本呢 就是 没鬼用的 那 我这样讲 是为什么呢 我永远告诉别人 我说 你要学六自觉 你就按照 复原法 一步一步 我在视频上 说什么 你做什么 那个就是 练基本功 我那个视频 如果你不一步一步的 照着做 那最好不要练 不练 好过练 我今天 要告诉你 为什么 不练 好过练 千年来 没有人 这样告诉你 所以我今天 就告诉你 为什么 你不要乱搞 很多人 要练 这个 我说 这个东西 这个整个这样练 好好的 看好的练 有的练了 复原法 一下 又再去做 什么他的 什么六自觉 这个 然后又说 他胸闷 又这个 那个东西 这样的人 可以教吗 这样根本 没有那个 依教 奉行的 那种 那种 那种态度 更何况说 人要改变 这个人 这个身体 这个体质 那是很多问题的 一个在习性上 刚才我们说 性相近 习相言 你的身体 出什么问题 和你的习性 习习相关 你那个习性 就是你的思想 那些东西 没改掉去 那 你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 不管你是在 富比四多 有钱 排名 地几名 你的旁边 包围着 多少的 这个宗教人士 或者是 大师 你这个 习性 这些 这些基本功 没有搞好 你说 你身体好 这些东西 那你 福报大 你的业力好 那 没得讲 可是如果说 你说 真的要去治病 要去 这个 这个改变命运 改变生活 也意想天开 可不可以改变 可以 中华老祖宗说得很清楚 东西 你就要听 当然 不是每一个人做得到的 否则今天 这个中华文化 不必失传了 不必有 这个 这个 断层 很多基础 基本的东西 如果没有掌握好 那是 在找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今天 我们说的一些气功 这些 我说那骗人的 所以你被西方人 笑你 是自己头脑不清楚 那好像这个 刘贝欧老师 说的 谁几个人会去听吗 真话 谁几个人会去听 我们刚才说这个 性 性本善 善就是善变 人的性 人性 就是那整个善变 就好像易经 这样一直在变异的 你 净朱只赤 净末只黑 学功夫 一定要把 这些东西 搞清楚 练功夫 就是 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基础 在基本功上面 一直的熏讨 熏就好像那个香 用香味熏 一天熏 两天熏 你熏它十年 你走出去 你自然有那个香 就是这么练的 没有什么标新利益 也不要把它当作说 我练这个功 我练这个六字诀 我就有这个 好像这个法术这样子 电影看太多了 学功 无论是武功 无论是武功 或者是气功 或者是六字诀 要记得两个话 两句话 两句话 应该是 应该就是这个 OK 所谓的受持 所谓的受持 这个是佛 在佛经里面 的开经级 就是说你开启 佛经的时候 它前面一定有这个 它说 无圣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 难遭义 我经见闻得受持 燕解如来真实义 这个是武之天写的 武之天 就是那个 一代女皇武之天写的 这个受持两个字 相当相当相当的重要 可是今天 在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根本就是 当这些文化是透明的 所以你要改变 这个习性的话 要改变身体的话 你要 比如说你 练六自觉 要改变你的 这个身体 你的习惯 造成你的身体 有问题的 那个习惯 你要给它 清除掉去 要改掉 你练六自觉 这样子 才有用 如果你习性 没有改掉去 你去练六自觉 好了 你一天练 两个小时的六自觉 你睡八个小时 那你剩下多少个小时 是随着你的习性 去走的 你习惯去走的 你说你练那两个小时 六自觉 可以有鬼用 OK 那只话只做 这样子 所以这个受持 什么是受持 受持领受 持持益持 以信力固受 以念力固持 持之领受 而心 也受 持之领受 在心 也受 忠 之 益而不忘 也持 所以受 比如说 我要改变 这个身体 我要 这个学 这个六自觉 我知道六自觉 有这个 可以改变 这个身体 那你心 一定要有 这个思想 说 六自觉 是怎么样 学 怎么练 应该怎么做 我要接受 我要从此 放在心里面 持 是什么 持是 因为我接受了 我学了 这个六自觉 这个方法 这个 这个应该怎么做 我天天 每一个 分钟都在做 那叫做受持 所以你要学什么 武功 气功 甚至学佛 什么东西 如果你没有受持 那不过是讲空话 不是好像现在的 大家来这个 灵修 这个跳一跳 运动 这个有氧操 这个东西 可是有氧 跳成无氧 不知道 灵修 修是什么 那是想入非非 所以古人 你看这个五十天 所以我 这个五十天 是很有智慧的 无上 深深 唯妙法 百千万 诀 难遭遗 就说这个东西 是 这个唯妙 比如你六自觉 这是很唯妙的方法 这个是 很难 很难 遗到的 我经见闻得 受持 我今天 已经知道了 这个东西 知道了这个 功法 知道它是 什么回事 我就要 心里面 这个 相信它 接受它 然后呢 身体呢 每一天 这个 依教奉行 那这样呢 才可以 厌解如来 真实义 这样子我们 才可以 去 体会 这个 了解 这其中 学问是 什么回事 如果没有 这个受持 那鬼用啊 OK 那这个是在 这个 这个 习气 改变自己 这一方面 比如 天台 知识大师 在说 这个 六知诀之前 他 整 一个 那个 小指观 都是在说 怎么样 改变自己 知识大师 天台 知识大师 知义大师 写的 那个 教的 那个 小指观 在 这个 说 这个 这个 病 这个 六知诀 之前 都是在改变自己 喜气的 如果你没有改变 那喜气 你去学那个东西 灵不灵 抱你 不灵 OK 所以呢 如果自己 如果自己 有那个喜气 跟你说什么 你不去练 哦 对对对对 自己去做自己的 这个 阳奉 阴伟 心不认真 那不学 比学好 那我今天 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 你不要去碰 那个六知诀 OK 千年来 没有人跟你说过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你不要碰 这句 你在看视频上面 现在的视频 全世界的视频 Youtube 这个 中国大陆的视频 台湾的视频 香港的视频 在说 叫练六知诀的 无论是国家版 什么版 什么版 他都没有告诉你说 练六知诀 练六知诀 很多人练了 会胸闷 会头昏 而这样胸闷 头昏的人 大把人事 OK 尤其是那个 在那个 练呼 拉得很长 这个须 拉得很长 或者是说 大家一样 要拉得很长 那个是有一个问题的 那个东西 是不可以做的 为什么呢 你要练六知诀 你要知道 你的体内压 尤其是你的 这个胸的内压 你这个胸的内压 搞不对劲 会造成 你的血液 不能到脑上面去 那你就会昏 你这个压大了 你的胸会变成闷 OK 因为你的 所谓的六知诀 是在造什么 是在为自己 制造麻烦 把你的血液循环 制造麻烦 在阻碍 所以我们终于说 气质血液 就是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压力 你在这个 练这个六知诀的时候 这个 不懂的 这些东西 不懂的正确 正常的操作 还没有那个工夫基础 就去搞那些事情 虚啊呼啊 那去练 你造成你这个压 胸压增高 你胸压增高 你呢 又把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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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那个字 或者是读那个字 出来 拉长 胸压增高 就会造成你的血液 这个 血液的流通 不顺 不顺畅 你把它拉长 吐气拉长 会造成你的心 心跳 心跳 力 下降 当你的 这个血液 这个 这个 这个流动 不 这个 不顺的时候 而且你心跳 力下的时候 会造成 你的血液 很可能不到你的头上去 那就昏了 那如果说你长期的 一练六字诀 是在搞什么 搞你的血液 在这个地方 流动 流通 不顺 因为你在那边 增加压力 在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胸腔 那我请问你们 你们是在练六字诀 还是在自杀 还是没事找事做 要自己去 去 去这个 这个 伤害自己的身体 所以 我那个 整个 那个 视频 开始说 你一定要练六 这个 复原法 为什么 要练 复原法 要练到 复原法 很精通之后 很熟练 真的入门之后 才可以练六字诀 为什么 是因为 要你有这个 对这个 胸内压 和腹压 和你的头 这个 这个眼压 这些东西 有一个感觉 有一个feel 你复原法 你复原法 练得好 你好像这个 调 你的这个 调息 可以前身 复习的时候 你的 胸腔 你的腹腔 和你的眼睛 什么 很 轻松 很这个 很轻的 就好像一个 丝绸 你在 复习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 丝绸 在空中 这样飘着 如果你一旦用力了 你感觉到 一旦 有压力 你会感觉到 有压力 如果你的 护原法 没有 练入门 你就去 噓啊 呼啊 喝啊 你在找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在 那个时候 你在 制造 这些 这些 胸腔 腹腔的压力 而你不知道 你以为 那个就是 对的 所以很多人 练的 就说 啊 为什么 我练完了 我这个胸很闷 而我没办法 吸气 你制造的嘛 你制造的嘛 你没有 那个功底 去 很清楚的 可以觉察 你这个 胸腔 你的腹腔 你就要去 练六之绝 你开什么 玩笑 所以一直以来 有人就是 学了一些 护原法 然后我讲 我那个 我那个 我下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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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 我不是说了吗 一步一步 跟着去 你最好 做这个 底纪 我说什么 你学什么 你按照那个 去做 不听 哦 我学了 护原法 我可以护原法了 我睡得很舒服啊 然后就跑 跳一跳 跳到去 练六之绝 一直以来 都是有这样的人 头脑有问题 最基础 最基本的 听话都没有 不会听 所以你去看 自古以来 练六之绝 都会告诉你说 有胸腔 会感觉到 这个胸闷啊 或者要昏啊 那怎么办 那古代的 就是说 哦 你就继续练下去嘛 练下去 慢慢改正 我们现在不能 有这样子的 的作风 因为你如果不把 这个胸腔 这个腹腔 这些东西 有一个感觉 有一个体会 什么叫松 你去练六之绝 你就用力 你一旦用力 那个问题 肯定就出现 你还练什么六之绝 所以为什么 我下面这个 要告诉你说 一定要躺着先 练 护眼法 练练练 然后慢慢 一步一步的 去练 这个六之绝 一步一个脚印 就是怕你在 这个胸腔上面 出了问题 如果你有心脏病的 你再增加 这个 这个 这个胸腋 那还得了 那你如果 增加胸腰 好像刚才说 这个造成 这个血液 寻衡不好 然后呼吸 就一直在拉 那个 在那个 那个吐气的时候 在念字的时候 把它拉长 一旦拉长的话 血不到 这个 这个头脑 那你怎么办 我不是在 吓你们 我是告诉你们说 你们知道 你们在搞什么吗 一个很利的刀 它是双刃刀来的 那我 如果说 好好地说 我可以跟你打包票 一般人 我说的 当作耳旁风 所以你看现在世界上 练六次觉 都练不大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 你没办法 这个去 去这个 很正确的 去这个操作 这个 这个胸腔 和这个护腔 你 你弃成丹田之后 你护原法炼好了 你调息好的时候 这个整个胸腔 胸腔这个 你的横隔膜 你的胸腔 上下这个 它虽然有压力 可是整个东西 就好像丝绸 在那边摆动 而不是用力 去推它的 你 不躺着练 你站着练的话 就好像一边站桩 你一旦用这个 这个 这个 用一点力 去站桩之类的 时间一过 十分钟之后 你的心跳 就往上去 你的心跳 就往上去 你的 美波输出量 已经饱和了 你心跳 往上去 你的 血液是 往你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肌肉 和这些骨 这里走的 不是 留在你的内脏了 这些都是科学的 而你练六支血 一定是要在 你的血液 不是往你的 肌肉 往你的 那个 那个 骨 那边去 那 你的 你的 心跳 力 一定是要低过 某个程度 这样子呢 是最适应的 在休息 之中 练那个六支血 然后你的这个 横胳膜和 骨盆底肌 这些都很松的 你没有达到 这个地方 你要练什么 六支血 所以 一直以来 都是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 这个气功 那个气功 你真的是 你 你真的有 那个功夫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 关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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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腔腔的事情 那胸腔腔腔又 关系到你的 血液的循环 你的血液的循环 这里又关系到 你的这个 这个胸 这个心 那你的血液 循环会不会 这个 很 很顺的流到头上 或 分布 如果你 没有办法 掌握这个 你在搞什么 就是在搞 气质血液 那你练六支血干嘛 自杀 在搞气质血液 所以 现在的人 就是说 我了解了这个 我知道这个 我就可以练 你知道你在搞什么吗 所以呢 我那个 就下面这条 练 练 学六支血的 你要躺着 练这个 扑颜法 然后慢慢 一步一步一步 才能开始 六支血 然后怎么样 怎么样 去练 每一个已经是 弄得清清楚楚 就好像把那个 喂小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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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这个食物 把整个东西 放在前面 怎么喂了 可是还是不要跟 就是自己 喜欢怎么样 又怎么样 然后不然的话 就问我一些 这个乱七八糟 离题的东西 因为当你听一个人 问一个东西 你就知道说 他到底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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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去学那个东西 他有没有去训练 那些东西 没有嘛 你知道的 如果说 没有的 问 所以说 问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今天 要和大家分享 六字节不是这么好练的 你这个东西 搞不对的话 你最好不要练六字节 千百年来 没有跟你说这个东西 今天我和你说了 所以在一千五百年 在这个 智子大师那个时候 他前面 前 部的小指观 是说 怎么修指 修观 整个身体 调息什么 修到很好之后 他们没有这个 胸腔内压 或者这个 腐腔压 腐腔胸腔 这些名词 我们现在有了 可以更准确地告诉你 这些东西 你搞不对 你不能操作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能体会 它是什么东西 肯定你的血流量 是自己在制造 气质血液 你不能练六字绝 所以要直说的话 你今天的六字绝可以练吗 可以看吗 谁在和那些 有心的人 告诉你 三件事情 第一 这个胸腔的 操作 胸腔 腹腔的操作 那个影响 你血流量 第二 你要知道 你的心跳力 你的心跳力 不能超过 这个 在练六字绝的时候 不能超过 70% 你的最大心跳力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练 然后你要在这个地方练 不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硬动这里练 这个 这个准 这个基准 要拿得 拿得准 你这个 没办法 做到这个地方 你不能练 你马上停止 你的六字绝 所以 你练一个东西 你要练成功 你要知道 它其中的细节 你这个东西 你没办法操作 你不知道 它是什么回事 你就要不要碰 OK 事实上 任何气功 都是这样的 所以 现在的人 你说什么 气功 什么 有什么鬼东西 什么都没有 而真正的气功 比如你说 六字绝 你对这个胸腔 对这些东西 是很 很科学的 和现在的 科学的 对 你每念一个字 你每念一个字 就会造成 你的胸腔和你的腹腔的压力不同 而那个压力不同 就在按摩 你那个需要按摩的 这个内脏 那个就是六字绝 帮助那个血液循环 比如你的心脏 你练核子 你这个东西 要放松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帮助按摩 你这个心躯 这样子 这样子帮助你的血气的循环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这些东西就是僵硬的操作的话 适得其反 你用力在这个地方 你造成你的气质血液 甚至你的血液不能到你的头上来 你昏 或者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很僵硬 很用力 变成这个地方闷 OK 然后在那个时候 当然你的这个呼吸一定是不正常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很小心 所以很科学的 那所以那天我才说 你是要氧气的 信息相依的 比如说你在炼六字绝这里的 炼六字绝这里的 和你活动筋骨 这个血气循环的和你的耐力不一样 你活动筋骨的 是差不多相当在这个阶段 已经你的血液循环不在你的 已经是有不适的 集中在你的内脏了 等到你一念耐力 练耐力的时候 就好像打拳很重的 那个举重那些 已经是在 血液是在专注在你的这个肌肉之类的 然后那那个时候 你的心跳就很快了 那那个对心 如果你已经五十几岁了 那是对心脏要很小心的 你不能把它心力弄得这么高 然后呢没休息下来 又弄得这么高 你的心脏没办法承受那个压力 久而久之 那就出问题了 所以你去练六字绝 如果你不知道你心力很高 你又拉气吐气很长 你内压你在用力 那叫做自杀 那不叫做六字绝 那叫六字自杀术 所以呢 好像刘彪老师傅 他脾气好 他有修养 我是美国人 我脾气不好 我没修养 所以我就直接说 你们要干嘛 你搞清楚什么是什么 如果说这个 还有这个 那方面技术上的 和这个习气上面的 真的是你受持的话 你练了护眼法 你时时刻刻 一感觉到不对 哦 这个里面胸腔不对了 哦 我生气了 哦 现在我们要 出去走一走 把这个放下来 我这个思想不对了 因为思想不对了 会造成我的这个胸腔闷 那就是一直在改了 身和心一直在改 那个叫受持 这个东西 你不这样严厉 你没办法练 而且反而有害的东西 所以今天这个要和大家分享 这个东西不很严重的说 大家当做耳边风 而且大家是大师 现在的人很喜欢当大师 一往看去天下 谁有几个人练成六字诀 少之又少 所以现在你去问 这个是关于六字诀的 你去看他的胸腔的操作 你就知道了 他如果连这个胸腔的操作 他就不知道 那肯定他没办法掌握六字诀 所以六字诀你可以去公园这样教来练 就像什么国家版六字诀 你看那个 有的这个把六字诀 练得很大声 嘴巴张得很大 可以吗 这个东西 事实上 说起来也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 堂堂一个大国 堂堂一个中华 博大精神 今天搞到这样子 对事情 五支天这几千年来说的 一千至少一千五百年 那五支天说的受词到今天不知道 这个习气问题不知道 要练这个功 这功要怎么样练 不知道 那你怎么办 然后对于说这个 好像我说那个下面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练这个练六字诀的 就好像以前那个故事说这个 这个父亲怕那个懒惰的儿子 饿死 就做一个很大的饼 那就是说你很你你你你很懒惰无所谓反正这个饼就在这里地方你就吃 结果那小孩还是饿死了 因为那个饿死的时候是顶原来是吃到这个地方 就不吃了 所以搞到今天这样子 这说起来是很伤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做视频我不是为大众做 我是为那些有心的你要知道这个中华文化的实况的人做或者是今天世界上一个人都没有或者是一百年后才有或者是一百年后历史学家去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就够了 因为事实上 你说几个人真的认真 那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可以改变身体 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而几个人可以做到了可以持久的做下去 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 这些 这个学东西 心不认真 没有那种恭敬的心 那是保证学不到的 抵不上人家皇帝五之天 我今见闻得受持 厌洁如来真实义 没有那个心 没有那种认真的态度 没有那个头脑 事实上不要这个头脑 你不需要当五之天 你只要当好像那个 我们一直在笑 好像看很多这个所谓的大妈在跳 这个矿场舞 矿场舞 事实上那些大妈 如果说他们要学东西 那个才是真正的可以学 他不需要五之天 你看那些大妈 每天去跳 每天去这个学 而且跳得很好 那个就是有恒心 有心去学 你不要 你不要不需要当五之天 当大妈 都好过 自己的这个 什么讲 这个意见多多 然后才做到一点东西 就好像懂得 很懂得了 而不知道其中的危险 所以你不能做到 我说的这些东西 不要念六之诀 因为六之诀 就是杀你的东西 感谢观看